这人可是我押来的 见不着皇上 谁也别想让我放人 三叔又着急了不是 口语还没说完呢 说呀 让你三叔在外边候着 有一个跟他一样蠢的人 要见他 让他们俩商量好了 怎么骗朕 再进了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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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皇上让我在这儿等您 等咱们两个商量好了 怎么骗他再进去 你怎么又骗皇上 我可没骗啊 我没骗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从你那儿抓来的三个人 我给送过来了 我告诉你 我就是奉旨接近近乃遗孤 我刚有点头绪 你曾经来捣什么乱啊 我捣乱 你也不肯告诉我呀 奉不奉旨的 还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Let's see 二位王爷 皇上下午要和国师下棋 二位王爷要没什么大事 就不必见面了 有大事 要奔奔皇上 我接了那三个人 怎么处置 哪三个人呢 给我看看 两个金银小馒头 两片藕 一碗银耳汤 一碗银的香 敬的香 您看这个干什么 我吃什么都要记下来吗 是 您得皇上临信 一个月之内 未请洗脉之前 吃喝 行走 如厕 洗漱 睡眠 都有人专门记录 万一怀了龙肿 御医能调档案查看柜体 那万一我请下洗脉 诞下龙肿 那就提前恭喜了 您就要在太子妃的东宫附近 添置一座金社 宫女太监增加一倍 由尚仪和太子妃亲自照顾起居 称号也是要改的 不管是皇子还是公主 册封一个贵妃是免不了的 衣服 首饰 胭脂 水粉 阅历银子也都不一样了 跟我姐姐一样吗 安贵妃无所出 自然不同 那儿有什么意思的 哪儿也不能去 最近 我听到他们在说闲话 你有听过吗 奴婢不常来 未曾听过 他们说 如果这一次我无所出 就连皇上也要跟着被笑话 太子 赵王 汉王 都等着看笑话 你会不知道 这是什么话 哪个烂蛇跟着奴婢说的 我去撕了她嘴 我自然是不会告诉你的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表面上看起来一本正经 背地里 还不知道做出什么坏事呢 表辉 记录得给我 记录 两片藕 两片豆腐 马桶 这一道鸡的香 滚帮你 这 把姐妹们都叫到执事房 尚仪有话对大家说 好 姐妹们辛苦了啊 我姑姑听说你们 跑到朴妃面前 说太子 汉王赵王的坏话 喜脉请不下来 连皇上的笑话都改看 没人那样说 那就是风刮来的 这风还真怪 把枕段话刮到人耳朵里 你刮一个给我看看 我姑姑说了 各位都是宫里的老人了 知道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也知道有的话不承认 被打得更惨 咱们就别问是谁说的了 追问下去 这一屋子都不该活着 是 是 是 姐姐起来吧 姐姐 姐姐起来吧 各位都起来吧 可我姑姑就是这么吩咐的 我要是不干 回去吃一顿损炒肉 那可受不了 各位姐姐 小妹无礼 无礼了 姐姐 你这么一叫 可把我叫死了 叫妹妹 一下子叫老了十几岁 是是是 好妹妹 你回去跟上医说一声 她那么厚爱我们 大家伙儿 就谢谢她老人家了 这件事啊 由我来盯着 我断不会再让这种混账话 出现半句 有什么事儿 就落在我身上 那我可就 谢谢姐姐了 太监那儿 我 各在 力气小打不动 搞不好 是她们胡说的 倒让各位姐姐们吃了亏 那就劳烦姐姐们 动手吧 茶 茶 这玩意子 都别站着了 过来吧 咱们这位娘娘啊 你们算是捞着了 反正呢 过两天就要请喜麦了 她躲也躲不过去 钥匙一摸 什么都没有 那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可万一 这喜麦请下来了 各位姐姐 你们可就是头工啊 到时候别忘了 提携小妹我一下 自动自动自动 这两天 汉王妃和赵王妃 一天三烫了上一局炮 喂的呀就是她的肚子 你们把窗户都给我扎紧了 连苍蝇都不能飞进来半只 反正左右就这几天了嘛 大家伙就当蓬蓬我的场 咱们求个平安总行了吧 是 来打听这事的人多吗 多 汉王妃和赵王妃都派了太监 您回去啊跟上一说一声 我们这儿啊 狗子扎得紧 野狗都进不来 什么闲话都传不出去的 这个字人 有闲话 那也是太监说的 是 大家伙啊 谁能给我一个准信 咱们这位瓢妃娘娘 像不像是有了的样子 不像 不像 你别说 这要真没有 大家伙空欢喜一场 这就罢了 可皇上招人笑话这事儿小不了 我早就听汉王府和赵王府的太监们说 二位王爷听闻此事 肚皮都笑破了 不许传出去 传出去我可不承认 你行 来 来 来 你行 来 你倒好 发手昏迷这么长时间 我们担惊受怕 我还差点让人给剥皮拾草 这次 我是一起死了吧 对 你死了 我就是阎王爷 好了 你 你干一脸了 干什么你 别动了 你窗口才刚好 太孙 咱们窝碍他 有些事我得提前说清楚 若微说得是 我乐见其成 如果真能把努尔赣都斯 几万人救回来 我们个人的仇恨 一笔勾销 但有所命 无有不从 依你 你 那我们现在 是不是可以好好商量一下 他们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了 见面 见什么面 剑文帝已经宣布驾崩了 那就是个说辞 他们二人的疏值关系 可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那 如果真要见面 朱棣作何想 你要提前告诉我 听说 自古二龙不相见 我们就说是殊之重逢 我来找一处清静的地方 其余的 细听尊便 你 你要再这么乱动 乱叫 你就死了我也不管你了 确实 亏得这医生手艺好 要不然啊 你腿就废了我 这到底怎么回事 告诉你 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你别总那么乱叫乱跳的 又敢让大家替你担心 天 别 别说 我们是被赵王抓走的 太孙定计 他才乖乖答应放了我们 你在天牢里一直在发烧 幸亏救得早 我和徐滨都替你担心死了 他这么好心 他想干什么 还是说 我们四个人已经成了太孙的奖品 要拿我们的脑袋来立功 太孙是要跟我们做个交易 交易 跟他做交易 亏得你们也信 我信 你还是个孩子 聂心 是吗 从我们到了京城之后 我们的每一步棋 都是被他们摆弄来摆弄去 和我们一起到这里来的那些兄弟 不是死在街上 就是重伤 就算被救毁了 他们也都 也都是死在 雅鹅巷里 这样真的不是办法呀 赢不了就可以做狗是吗 要做你们做 我要做了狗 无颜见地下的父母 其实 这话说起来 我并不恨朱棣 我从事京师三营的副将 攻入应天的时候 也有我一份功劳 我受恩人之托 不管这姑娘她去哪里 我都随她 聂心兄弟 你是一条汉子 听我一句 凭我们几个人 斗不过呀 这么说 你们是下定决心做狗了 若微 希望你爹娘在地下 能够原谅你 我爹娘在地下 会不会原谅我 我不知道 但是在努尔干都寺的那三万人 为了他们 就算我爹娘震怒 就算我背负骂名 我也会那么做 聂心你觉得不值得吗 不值得 我来 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我也没打算活着回去啊 我都已经死过一回了 你那是替狗皇帝党剑 我不领这个情 我不要你领这个情啊 我要那个狗皇帝领情 我是要在努尔干都寺的三万 在冰天雪地里受苦的人回来 恢复名誉 安葬父母 祭拜祖先 我不要让他们在那个活地狱里面 再慢慢地死去 我已经想透了 我要为那些活着的人拼命 你信哥哥 不管你觉得这值不值得 我都要去做 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但说无妨 我明白若微的信 但是我信不过你 要是当今皇上心意有变 我岂不是天下罪人 无妨 我给你当人质 皇上要有任何异动 我这颗脑袋由你拿去 你够分量吗 皇上不会为了一个 已经失去名分的人 毁了将来 我是诚心诚意 要促成此事 理应由我承担一切风险 你别再救我了 你要么让我走 要么把我杀了 你要去哪儿 你想去哪儿 我不知道 也许我会找一个地方躲起来 也许 我还会回来杀了他 如果让我出了这个门 我们就一辈子做敌人了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是不是你想下一次回来的时候 连我都要杀 会的 参见贵妃 我妹妹呢 刚用了膳 正在休息 我进去看看我妹妹是否还睡着 先生 稍等一下 妹妹 妹妹 人呢 人呢 他在这边睡着呢 快 快去找胡尚仪 是 快 太子妃那儿有没有你去请 去了去了 胡尚仪 有人要害我妹妹 你不能不管啊 好好一个大活人 说丢就丢了 我这儿树上掉下一片叶子 都怕砸脑袋 一个大活人愣没了 行 既然不想好好过 大家都别过 把门口那些小家伙送去御前厮 你马上去办 听见没有 听见了 跪着 到了说了半天 我是还没明白过来呢 怎么了这都是 我妹妹丢了 人丢了 站在门口别让人过来 丢了 好好一个人怎么能丢了呢 我送午膳过来的时候 她还在 芭城是你把她弄丢的吧 还是你呀 可怜我的妹妹 得了一次恩宠 竟被你们这般糟蹭 皇上想再要一个龙子 太子爷 汉王 赵王 他们不会同意的 你们 走啦 你哪只眼睛看见 是太子爷祸害的 听谁说的老爷子要一个龙子 太子爷 汉王 赵王都不同意呀 你敢不敢现在去金明寺 当面三头鹿臂把话说清楚 敢啊 有什么不敢的 行 古少爷你一起去 也好有个旁证 走 按着规矩 蒙皇上宠幸的妃子 要独居一个月满 太医请了喜脉 才能决定行旨 这儿除了我和太子妃 不应该接待别的客人 安贵妃是长辈 又是姐妹之义 因此日常过来 太子妃网开一面 不加阻拦 贵妃这么一闹 别人问起来 怕是说太子妃欲下不严 放纵贵妃来 坏了规矩 盗了御前 皇上细问 安贵妃何以自变呢 可是我妹妹 到底去哪儿了 整个宫里都找变了 找变了 九千多间房子呢 都找变了 你去跟换衣局内奸司说一声 看见朴妃 好好请她回来 是 我想内宫 还是出去不方便 为了让安贵妃安心 我自己去找 我同你一起去 我去 都把手里的活停了 千言万语就一句 活见人 死见尸 眼珠子瞪大了 我还真不信了 大白天 大活人 眼皮子底下找不着了 他可非同小可 要是肚子里结了龙胎 掉根头发丝 大家伙的命加在一起 都赔不上 快去 是 是 千万不能死 死了就是颇天的祸 这小丫头 人生地不熟的 他跑什么跑啊 是我们照顾上有什么不周到吗 我做到现在 这就是还头一回遇见呢 姑姑 我看见太子妃在这儿 跟我摇耳朵 你瞎呀 说 守城的护军说 今天没人外出 各局也不曾见到 诺人来自信 你要多出一把力啊 这个自然 那万一找不到怎么办呢 这人 überall 过了到现在都几个时辰了 说是九千间房子 可是内宫才多大点地儿啊 上次丢的那个 以为是逃出宫了 最后是在井里找到的 那人是施信封 老爷子 对这件事情极其重视 万一问我们要人怎么办 好 快快 快快快 这边 快 皇上 见闻旧臣徐兵 求见皇上 皇上 皇上 徐兵 徐贤问话 徐先生 若是这件事情能安排妥当 曲尊可以在我朝中做官也行 谢皇上抬 我无做官之之 这就齐了 你能做建文帝的官 不能做我的官吗 你若不在 我怎么知道建文的去向 吾皇万岁 具体想做什么官 这件事情之后细细商量 先说一下 你们俩拟定的方案 我与太孙走了一路 选定在无锡的灵山寺 寺中有塔 塔在山巅 彼此进退方便 很好 建文帝不愿意见皇上 他先到在九层 皇上在一层 如果皇上强逼见面 恐怕此事不成 为什么 建文帝觉得 无颜面相见 也无所谓再见 如若皇上怀疑他的身份 他自有办法证实 我们做臣子的 也只能如此 他 我侄子他 怎么样 建文帝以出家为僧 若不是为了 诺尔干都司那三万遗孤 他是断然不会出膳的 不见也罢 我也无眼见他 不过此人的真实 我还要鉴别 我侄子 这个自然 一切按照皇上的心意办 接着说 事务日后 日落时分 灵山塔相见 最迟可在天亮前离开 他过得好吗 住哪儿啊 我侄子 我想给他盖一座宫 方便起居 也表示我的歉意 建文帝已顿入空门 再入宫殿 岂不是做了俗世的囚徒 愿皇上误作此相 也罢也罢 见我之后 最好从此消失 彼此行啊 是 你有多大把握 爷爷去见建文 我这颗小脑袋 就交由续兵保管 日出之后 若千万没有回来 爷爷可就把孙儿给坑了 傻小子 你认为一个死人 爷爷能把你坑了吗 我 你立了大功了 爷爷把奖赏都给你选好了 我现在也不告诉你 我现在也不告诉你 奖品孙儿不敢要 如若爷爷执意要赏 就恳请爷爷 赦免奴儿甘毒寺 那三万人的罪行吧 让他们回京 共享黄恩 我可以听着他们的苦意 发生货用具 派遣医生 施舍棺木 把他们放回来 爷爷这一招 我不会做 我是做事不后悔的 我不要后来人看我是 手术两端的皇帝 我这一生 平定草原 前途顺天 能运河 边转永乐大典 足以媲美唐宗宋祖 我 见见闻帝 不是皇帝给皇帝道歉 是叔叔跟侄子道歉 你明白我心意 释放静难遗孤善事 还是留给儿孙儿们去做吧 这些事情要成了 监督顺天 把病关卫 我就再无后顾之忧了 这些事情要成了 圣人之过如日月 爷爷 孙儿当结成敬礼 别找了 聂星呢 走了 走了 昨天晚上 我一直劝他到天亮 他执意要走 否则宁可去死 那 那你就放他走 那总不能绑他一辈子 看着他去死吧 这个聂星 是荆轲和聂政一类的人物 他虽然偏激 可一挪千金 我不能不顺着他的意 那他跟你说没说他去哪儿 他已经告诉你了 他说要找个地方 把伤养好 回来再刑刺杀 爹 你真是应该叫醒我 我好歹能劝劝他 至少让我知道他在哪儿啊 离开的时候 我也说过 他不忍心叫醒你 他说 离开此门便是仇人 是 你不是在梦里 他却是在梦中 来 幻衣局已经找过了 没有人 上山局里里外外都找过了 也没有人 怎么样 各宫开始搜查井底 愈合 出去吧 上椅啊 我们要完了 怎么叫完了 老爷子和年轻妃子这件事啊 外朝的人都说 老爷子不满意太子 想在这哥儿仨之外再立一个 这外面的人说就算了 可是这个人 在宫里不见了 那不让老二老三宰个正着吗 这不赵老王死了咬啊 好好的大户人 是丢不掉的 有找到的时候 他的寝室起居是我安排的 有什么事 自然我来顶 你怎么顶 我能不能让她 你怎么会儿 总是让她招待 你怎么会儿 你怎么会儿 太子已经没什么权力了 我懂得 朴妃起居 本来就归尚义局指管 朴妃出事 自然我来顶罪 那 你怎么跟皇上说呀 国家有刑法的 无需多说 至于人 活见人 死见尸 一定能找到 可是现在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啊 那也不难 为何不难 找一具尸体 也没有那么难吧 真是聪明伶俐 合我心意呀 你这孩子 倒是挺孝顺的 可太子就过我的命 太子妃就是我的再造父母 姑姑抚养我长大 只恨无法报答 愿效死力 找一个体貌相当的 是哪位呀 还没找到 天亮之前找不到呢 不会 都是你的手足姐妹 下得去手吗 我常随姑姑 入宫侍奉嫖妃 我与她体貌相当 若我一死 能解太子妃和姑姑的困惡 善想死得其所 不到天亮 我就仰妖儿王 万望太子妃和姑姑 万福庆安 如意吉祥 你这番孝心 活着 对我大有用处 我可舍不得你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叫他进来 问问他找到了没有 请 贵妃娘娘晚安 你先下去吧 说点我不知道的 娘娘不知道的 我们也不知道 现在正在茶宫里的 每一口锦 玉盒 今晚很多人都睡不了了 那我就在这儿 等到天亮 如果再见不到人 我就去告诉皇上 贵妃娘娘 真是委屈我们了 莫说御医 还没有把喜脉请下来 不知龙肿是有是无 就算是没有 主子就是主子 奴婢还是奴婢 哪敢连大规矩都忘了 好一个小女官哪 在我面前卖嘴 倘若嫖妃怀了龙肿 自己乱跑 罪过更大 是不是您这个 做姐姐教唆的呢 你 娘娘你别冲我急 太子妃让我告诉你 一定活见人死见尸 来 跟我走 你自己选吧 白凌服毒还是让我来 姑姑 你干吗这么吓人哪 我真想看看你这小脑袋里面 到底长得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今天晚上有你什么事 我见不得你跪着 人丢了 我自然要顶罪 你有我